1月18日全国政协常委公布了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 其中包含了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王沪宁 依照惯例他预计将会在3月份接替汪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日经新闻在1月26日发布的一份分析说 这次最高领导层的变化暗示了习近平的政治策略 因为他的目标是第四个任期 王沪宁的任务就是为两岸统一奠定基础 该分析指出邓小平时代提出的一国两制 曾经是未来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战略 但是在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之后 台湾的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说法不再抱有信心 不过有分析认为说 这正好让习近平有机会任命王沪宁 制定属于习近平时代的台湾统一战略 消息人士向日经新闻透露说 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迫在眉睫 但事实并非如此 统一台湾的第一步是推出一个新的理论 取代一国两制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对台湾施加压力 消息人士推测 新理论将成为衡量对台统战进展的标准 并借此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情动 王沪宁是政治局当中唯一学者出身的常委 他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国际政治 被视为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国师 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时代的科学发展官 和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等提法均出自他的手笔 王沪宁既没有地方从政经历 也不曾走党政机关的官僚仕途 是中共高层的一个特殊例子 过去他领导中央政策研究室多年 其背景使他成为罕见的国家政策顾问 首席演讲撞稿人 和首席理论家的结合体 今年1月初两岸关系研究员郭瑞华 在接受台湾媒体中央社的访问时就说过 王沪宁已经出现在去年12月 全国台联与台盟的会议上 也在两岸企业家峰会上致辞 这代表他已经开始主持对台工作 郭瑞华认为王沪宁会先构建统战理论 加强统战工作与论述 在去年的20大期间 习近平曾在台湾问题上强调说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不排除对极少数台独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使用武力 外界预计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 会在适当的时机收复台湾 而如今对台事务人士的变动 也是习近平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布局之一